哈啰 马来西亚的听众你们好 我是凌鱼并 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 有一些是通过 阿米耍这首歌来认识你的 那给一些就是还不清楚 凌鱼你的这个朋友们呢 你觉得用一句话 可以让听众朋友们记住你 你会用什么 行走的安眠药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林俊杰是行走CD嘛 然后我就是行走的安眠药 因为我粉丝说 听我唱歌就是很催眠 我觉得不是催眠 应该是很舒服 因为每首歌都是很甜啊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聊聊 你这一次的这张专辑 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 为什么会想要 特别把这首歌 拿来做这张专辑的名字呢 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像 专辑里面有收入 比如那种对恋情的期待啊 然后有分手后聊张 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厌世 然后这些情绪都是 每个人你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一定曾经都有过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就是希望在某个角落努力的大家 听到这张专辑都可以更有力量 那刚其实我也是有听过这一首歌 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 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本人会以为啦 想说 诶 很像很激励人心的一首歌曲 如果只要我听进去之后呢 他的那个歌曲跟歌词 是有一点厌世吗 是这样子 对 而且大家如果仔细听编曲的话 你会发现一些就是 像是闹钟声啊 车声啊 脚步声 我就是想要模仿那种 你一睡起来 然后听到闹钟 就开始忙碌的一天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有点 给我很大的一个surprise这样子啦 就这样子的一首歌 那除了这首歌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好作品要跟大家分享 就比如说这一首 七四八情人节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一首歌 而且呢 这首歌就 怎么说是算 不算诅咒吧 可是就有点 诅咒 那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 写这样子的一首歌呢 其实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 就是前阵子 翻我的IG的贴文 然后就翻到好几年前 我曾经发了一篇说 祝大家情人节点点点 然后我就把那个选项打开 我竟然打得去死 自己也吓得一跳 因为我已经忘记 原来我好几年前打过这样的文章 然后我就重新又再发一次文 然后就发现 大家好像都蛮有共感的 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 那这一次呢 因为这首歌是跟 911的洋葱合作 你们这次合作 有没有擦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呢 我觉得我跟他是一个蛮像的人 因为像那时候 我们就一起拍MV 然后拍MV是在半夜 然后我们竟然同时都在问说 有宵夜可以吃吗 就是蛮喜欢吃东西的人 刚才就讲到食物 就有这一首香菜啦 之前就有试出这一首 蚵仔米酸嘛 那现在呢又收到这一首香菜 那你在收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歌迷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因为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吃香菜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唱这首歌 而且像之前蚵仔米酸 宣传期的时候 我也很常被问到说 我吃蚵仔米酸会加香菜吗 我是会加的 对 所以就收了这首歌 那这种专辑还有很多关于恋爱的歌曲 情人节啊 然后过后还有 人间烟火啊 这种专辑有时候录这么多恋爱歌曲的原因 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因为我其实这张专辑 不只写自己的故事 我也写了蛮多别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别人的感情 就很精彩 所以我跟他们写下啦 所以是你身边的朋友呢 就很多这些感情很丰富的人是吗 就是有一些 还有一些文章啦 不只身边的朋友 哦 所以是把身边所有事物集合在一起 能够写出这些歌曲 鸡排跟猪血糕 鸡排 鸡排跟刹冰 鸡排 鸡排跟三杯鸡 鸡排 鸡排跟便当 鸡排 鸡排跟乳味 鸡排 OK 所以呢 林毅最后喜欢的是鸡排 OK 我觉得 下一首 下一首歌可以准备鸡排 这是鸡排 那有什么想要对马来西亚听众粉丝说的吗 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去马来西亚办演唱会 非常期待 我也非常期待 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支持 最后呢 林毅可以呼吁一下大家 就是关于这张专辑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 就是再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 然后也可以追踪一下我的IG还有脸书 搜寻林一Ring 就可以找到我了 谢谢你抽空来就是接受这个访问 谢谢 拜拜 拜拜